今天拍摄的场地是上面这种楼 我在纽约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拍到过这栋建筑 但是我从来没有登上去过 今天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上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这整个就是曼哈顿的历史 曾经从一片荒地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想想还挺伟大的 一九三几年就已经这个样了 哇 欢迎来到一世界观察 集团圆 健康 祝福 地管 260度,城市遇到直到你 歇目我還挺酷的 這個是頂層可以看到的建築 從102層是電視院 剛剛這個101層是個咖啡廳 我現在去的是100層 也就是今天拍照的地方 先轉一圈看看風景怎麼樣 現在這個太陽光還是很強烈的 我這邊的景不錯 相當不錯 這是他出的40號碼頭 就是下面的這幾個 這個位置 應該是如果想拍岩石的話 這個位置應該 無疑是全場最佳 如果想拍北邊 麻的中層的話 我認為是最好的 垂直 反光小一點 但實際上我是比較想拍這個角度 這玻璃都是四五度點了 反光太厲害了 WTC 這棟樓是紐約最高的建築 沒有哪棟樓能夠高過這棟樓 再建的話 也不許超過這個樓的高度 但是我現在所在的100層 不一定是最高的 當然它的視角呢 在整個的下層區 絕對是獨一無二最高的 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機器 居然不用自己搖 還不想搖都搖不了 直接給五個人 一套八個全給你 不樂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 我感覺這地兒啊 是三角的 是小的桌面三角架 跟著拍岩石 肯定沒人管 這人都站到台子上的 本來這台子應該是不讓站人的 它這玩意兒設計的 可能就是為了不讓人家在這兒長期坐著 因為這個是個暖氣空調口 但我看很多人都直接站到這上面 沒人管 吃三角架應該更沒人管了 繞了一圈了 可以開始拍了 先拍一點零碎的照片 晚一點七點半 再開始拍攝今天的日落 正好在拍的過程當中呢 也做點實驗 看看這些角度 是否和自己想的是一樣的 今天帶了兩台相機 50S2和23定焦等效18毫米的那個 然後呢帶了一個D850 這個是超廣角1635 然後我今天還帶了100-400 球形雲台和我的PlatyPod 這是一套遮光罩 圈雲移動的速度超級的快 不是這個機內岩石的調整 實在是太煩人了 所以我決定呢就讓它 然後拍攝無線障 手動通知 好像是遠處那一片 正在下雨 來這種觀景台拍照幾樣東西 是我一定要帶的 第一個呢 就是我現在用來拍延時的這個PlatyPod 平板支撐 它可以把我的相機放在這種地面 或者是小窗台上面 這種地兒肯定100%是不讓帶三角架的 所以平板支撐 或者是小型的桌面三角架 會非常的有用 再者呢就是這種 硅膠質地的遮光罩 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像基本上大多的觀景台 都是室內帶有玻璃的 所以使用這種遮光罩呢 可以減少不少的玻璃反光 因為這些玻璃啊都是雙層的 還有一點非常的重要 就是穿深色的衣服 我今天特地換了一點黑色的衣服 夏天嘛 一般大家都會穿淺色的衣服 但是淺色的衣服 在玻璃上會映襯出 特別明顯的反光 我十分後悔 今天穿了一條乾淨的褲子出來 這上面和地面超級的髒 還可以再拍放料食吧 用回大板反這個相機呢 就回到了蒸一隻眼逼一隻眼的這種生活了 別說還真有點懷念 現在是下午六點多 光線實際上還不是特別的完美 需要再等一會兒 剛好拍一圈岩石也就差不多拍日落了 現在我所在的這個雙橋的這個位置 雙橋指的就是曼哈頓大橋和布魯克林大橋 兩座橋交叉 拍了一會兒我覺得今天的日落 還是不要限在這裡邊了 因為這個建築的陰影 會逐漸的把這兩座橋擋住 或者說前面可能大面積都是下城區樓的陰影 規則效果可能不會特別的好 現在就可以看到這已經有一個移動樓的陰影了 隨著太陽落下去的時候 這個陰影會逐漸的向右移動 並且會拉的越來越長 到時候這兩座橋呢就會在陰影裡邊 不是特別的好看 所以在機位的選擇上 我覺得我還是會繞一圈回到剛才我選擇 面向正北方向的那個位置去拍攝 而且視野也會更多一點 可以看到很多建築這個位置呢 建築不是很多 只有這兩座橋是非常吸引人的 而北邊呢有大面積的建築 抓緊時間拍一圈 趕緊去那個位置站地兒 這半邊肯定是太晃了 效果不大地 晚上可以回來拍個夜景 但是這邊的風景晚上也會非常的暗 因為整個的水面也啥也沒有 那邊是公園和碼頭也什麼都沒有 只有這邊Trusty City會有一些建築的光 現在光景也挺漂亮吧 7點了 準備去站地兒了 今天7點半開始是黃金小石 所以7點就可以開始從日轉業了 而且目前這邊的效果還不錯 人家比較少 還是可以站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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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後 都可以站著 都可以站上位置 有了 入年 天 霧 排 只有这凤枝唯一的缺点是比较的粘毛 猫气的毛全粘上了 7点24分是黄金小时的开始 8点半结束7点到8点半 安全起见先换个电池 刚才已经拍了一些了 不太确保这个电池拍两个小时一点事没有 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 再做一下最后的检查吧 测光现在是中心加权重 改为多重 机械快门 防抖 关闭 现在用的是光圈F16 ISO100 光圈有限模式 因为今天我会用两台相机 所以这台呢 我打算用光圈有限模式来拍 这样我就不用管了 下边往下出了按摩 下边往下出了按摩了 这个按摩呢一定得检查好了 往下倾斜的太多就会很容易出现按摩 好 检查最后一遍都没问题了 就可以开拍了 再查一下警生吧 我要去尝试尚 把裡面还有火一样 ! 按摩 在这种室内的观景台拍照特别没多 会有一堆人在脑袋底上 今天要关门了 5点半进来 9点关门出电 这边还关上不让看了 出来直接就到大鱼谷了 这大鱼谷看着眼熟不眼熟 这就是前几期追光笔记里边 我测试8毫米超光点镜头的那个地儿 其实这种室内的观景台都差不太多 我是觉得就买它最基础的那个票就行了 用不着买它这个免排队的那票 现在你想现在就是旅游的旺季 居然没有多少人 它这个地儿还是大 体验感其实挺一般的 因为它冷气也不是很冷 人流量比较大 楼上是餐厅 餐厅它整个是一个开放区域的 河下边这个拍照区域实际上是通着的 在上面跳空 所以整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 有很多小孩在这儿跑来跑去 游客多的地儿 不都这样了 旅游经典嘛 这个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旅游经典 下城区看曼哈顿的夜景也就只有这儿了 中城有至少三四个 四个选择 下城区就只有WTC这一间 所以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 要看呢 就只能来这儿看了 一个人出来拍照 这么长时间 肯定是没得上厕所 没得吃饭 而且出来之前一两个小时内 也不敢喝太多的水 怕中途想上厕所什么的 它这些景点的设计 还都挺鸡贼 在您这个观光的这一层里边啊 还真没厕所 你说我上厕所出来 我再玩一会儿 哎 没戏 您一上厕所就出去了 所以到这些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不吃不喝 现在差不多九点多了 我有点饿了 回家吃饭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一期接着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